他們太恨我了 我真的寫那樣的文章 我就真的死無葬身之定 你讓我很失望這樣 我一直覺得你是天下 天下得用 你現在搞實在這樣 我心裡崇拜的對象沒有了 你知道嗎 我哪有搞實這樣 你聽我講 我跟你講 他們忍不住明天還是會 不是 蔡英文總統 我本來已經講了一年了 下一次2020民進黨的總統參選人 恐怕不姓蔡 現在好像有一點我講錯了 如果是換人 絕對是因為這50幾席的立委 漂亮人顧小命 你把他做母親要帶我們 你說周生代叛變 我們就慘了 所以是為了自己各自求生 就是說一定要換人 但是我覺得蔡英文也太過濾了 因為到目前為止 為什麼沒有這樣的革命 因為沒有人敢選 因為一定輸的 輸的浪費4年 浪費一次敗選的紀錄 這個時候這個奮勇說黨需要我的時候 沒有人敢做我來 沒有這樣的人 所以蔡英文現在就馬上固守堡壘 搞上清這些可能的造反的人 我覺得大可不要 你點點看 看大家敢算不 看大家對你挑戰不 其實到目前為止我看不到 請問在座各位來賓 就是說民進黨大霸以後 你們都猜說 裡頭派系的鬥爭會血淋淋 我是嗅不到一點血的味道 有嗎 有血的味道嗎 有派系在鬥爭嗎 因為沒有位置人家敢要 怎麼鬥爭個什麼 對不對 還有你們說這個沒有人敢 就是說現在炮聲融融 有炮聲融融嗎 沒有 現在通通告人而止 大家都安靜了 如果你們過去幾天聽到的是炮聲融融 你們的耳朵太敏感了 我跟你講起來炮轟的 也不過六個人而已 包括再加蔡思英 蔡家林淑芬 李俊逸 陳志忠要不要算 陳志忠我是不算的 他也算民進黨 不是 他誰 他爸爸起舞這個怎麼算 你陳志忠不算 我當然也不算 因為我不是民進黨員 所以加起來六個七個 這個叫炮聲融融嗎 我覺得一點都不是 但是蔡英文的作為 這幾天最讓大家最失望的 就他辭掉以後要輸家權 然後還說這個不是高層指定 他自己稱他高層 不是高層指定 是經過普選 凝聚黨員的意志而選出來的 你到底是在講什麼 他說不會由高層指定 就是說我告訴你們要選蘇家權 你們也可以不選他 我就來開一顆憲政課 其實台灣藍綠 對這個黨的認知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這個黨既不是總統制的 就是說選舉的時候才有Chairman 選完以後沒有人知道誰是Chairman 內閣制的國家所有的Chairman 就是總理 我們這個黨的主席 因為過去威權帶下來 就從蔣文安的曾祖父一路傳下來 這個Chairman是很厲害的 但是因為運作起來 現在民主政治時代運作起來很困難 所以大家才不約而同就是說 執政的時候總統兼黨主席 為什麼兼黨主席 因為我們不來是府院黨團四個機構 四個機構四個編六條線 六條線要運作起來太複雜了 總統兼了黨主席以後黨沒有了 所以四個機構剩下三個機構 三個機構三個編三條線 不是很簡單嗎 現在總統辭掉了 如果他真的大功無私 說你們去選一個 如果選出來的是非常強勢的 有企圖心的 我要趁這個機會把黨帶起來了 變成兩個太陽了 原來這個總統兼黨主席的原意 不是沒有了嗎 所以這一點 我是有一點同情蔡主席 因為他有這個顧慮 如果這個顧慮是為了 憲政體制而顧慮的話 我讚美 但是他是為了他要選下一次 而怕有人造反 這個就錯了 現在 我現在想來想去 我昨天想了一個整個晚上 我為了國家大師 都整夜想到天亮 其實在這種情況之下 一直帶下去 帶你到任滿的維持 到總統大學 對 我覺得這個是合理 你看 這是合理的 這個才維持 執政的時候三角三邊 在野的時候只有黨團跟黨 就兩個單位 一條線沒有邊 一個太陽 對 我覺得這個才是合理 如果這樣子 林宥昌有可能是代理主席嗎 代理主席可能就要先打一頓 我就覺得林宥昌就是得不配位 他昨天還自己講義夫容詞 民進黨裡面 我跟你講我準備得最充分 你們有沒有帶來 蔡英文在臉書上的 告黨員書的全文 就是很不一樣的總統 我跟你講有一部分是你那個 但是你引用的 不是最重要的一段 我告訴你 趕快把最精華的一段公布一下 我跟你講 最精華的一段 我唸給大家聽 他說在往進步價值前進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社會大眾 有沒有跟上 這一句話被人家罵了 所以是怪我們 不是 對 這才是說 你們對不起來 抱歉 所以所有反對人都是跑太慢 這一段被人家罵 說他傲慢 但是我跟你講 下面我再唸給大家聽 他說我們在追求進步價值 什麼叫進步價值 他說是經濟 能源跟空汙的轉型 這就奇怪了 那有進步價值 這三樣的轉型是 是在追求進步價值嗎 他犯了跟林聰顯中的毛病 結段性任務不知道在哪裡 還有他說社會大眾沒有跟上 他也不是講所有的社會大眾 他說我在追求這三個轉型的時候 你們在經濟上 在生活上 跟不上的弱勢者 原來只有弱勢者 而政府忽略了哪一點 就是說沒有關懷協助跟撫慰 撫慰 撫慰是什麼 撫慰是安撫跟安慰 這個裡頭豈止是阿靶 傲慢而已 這裡頭有父權跟階級的思想在內 對不對 我們這個父權思想研究最透徹的 阿靶 你告訴我 是不是有這個味道 當然有這個味道 所以蔡總統 那你都不讓他分析一下 味道在哪裡 所以蔡總統一點反省的能力 都沒有 所以我回應你最後最前一句話 我認為如果他再不改選 更張大力大破 我認為蔡總統正在帶著這個黨 他很喜歡講這個國家 我想這個黨正在帶著這個黨 朝向冰山撞去 你不是說不能這樣講會被罵嗎 沒有打破要24號投票 才能夠確定 聽你們兩位現場的描述 你們都充滿信心 一點都不覺得說 這有可能是票投不出來 或是一個假象 然後你們甚至可以說 這個Kiss可能還要倒映到 這個市區淡黃區 所謂淡黃區 所以你們是沒有問題 不過我昨天到今天 我聽到我高雄 當然是偏綠的朋友裡頭 他們怎麼講 他們說這樣就好了 讓我嚇一跳 說不定民進黨嚇一跳 就教訓夠了 教訓夠 表示說他們認為 有嚇到就好 嚇到 他們有承認這個現象是驚人 要不然怎麼會嚇到 這個就跟迷犯要的講法 是類似的 有人說嚇一跳就好 還是要倒映要顧我們的本分 就好像民進黨講說 含了有一句投票 就是說不忘初心 好像總統講了說 你不要忘掉 我們還是原來的那個黨 有那個味道 但是也有另外一股 自己的小孩打一下就好了 也有一股 另外也是綠營的人講 他說只要嚇一跳 只要嚇一跳 這樣不夠 這樣他本性難以 改不過來 沒有喊醒的能力 所以不然還要嚇一跳 也要真的這個 投下去 對 要投下去 所以綠的 我認為他們的講法 還是有很大一部分人不相信 真的難以相信 但是有一部分人是開始動搖了 林希耀講的說吃了迷犯藥 然後終究會醒來 這也表示說他也感受到這個壓力 因為畢竟他講這句話 結果已經有藥 已經嚇到了 而且吞下去了 而且有藥效 而且這個藥效看到了 他唯一的解釋就是說 這個藥效 會醒來 在11月24號以前藥效會結束 他覺得是短效藥 我覺得他沒這麼講 所以我替他擔心 如果這個藥效在投票之前退 當然對民進黨是一個 還不錯的消息 但是通常這種講法 也許是投完票以後才覺得說 也許不如期待 不如期望 那就來不及了 人已經選好選定了 你說攤販什麼香腸指數這些 這個其實不驚奇 因為人流到金流就到 金流到的話 商機就來了 你看大家都提早到 提早到要等韓國瑜出現 時間很長 時間很長沒事幹嘛 只好去買香腸 沒事幹你吃東西 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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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多賣點東西 所以其實那些小他們也滿可憐 因為他們備料 頂多備個300分 500分 我看有人備Apple Pie 300分 備那個 對 都是幾百分 都好像到下午6點都賣過了 都已經賣過了 都已經賣過了 所以其實所賺也有限 現在問題是 陳其邁的攤販是不是的廠 那攤販是不是也可以做同樣的生意 這個其實也不難 也不難 除非陳其邁說三個 三個便當都吃爸爸 去哪裡說不用吃 一個便當就夠了 為什麼要吃三個 因為太早出發了 那我認為陳其邁要動員來比美 你沒有被你拚梳理 你看 我覺得這個不難 他一定這樣做到 這個一個 堂堂一個執政黨 這個做不到就不用說了 所以數目上講 氣勢上講 我認為都沒有問題 但是那個參與的人的心情 我這講我那邊不知道會吵什麼 就是說韓國瑜的人 是一種開心 氣態 說我們要贏 好像去看球賽的人 對 看球賽 沒有人說看球賽 是預期今天我們會輸 就是我們今天最爛的投手 比上來訪隊的最好的投手 他也想說今天看要贏 今天看一定輸 買票去看要吃肉 對不對 所以是一種期待 一種興奮 一種高興 說我們贏 但是現在氣勢已經轉到 說陳其邁的人要去的時候 都會冷冷 怕怕 說不知道輸的 如果輸就慘了 所以我今天來的目的就是 不要輸 我覺得這兩種心情的差別 所帶來的動能 是有差距 因為好一種的動能 是比較弱 因為他參加完了 走了回家很小 腳手細細來睡 就沒有說再來看 再來叫 我覺得那個動能比較少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很關心 就問他說 我很關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們國民黨 在台中比較容易贏 還是高雄 還是高雄 他說 高雄他都坐摩托車了 台中還沒有 他說高雄氣勢是強 不過他說台中也沒有問題 也沒有問題 所以我現在也很擔心 因為我在臉書上也寫得很大膽 我現在怕我下去選擇 瞬息一萬變 所以就是一個時候 我認為韓國瑜 我覺得禮拜一 下個禮拜一完了以後 我就敢確認 就是那一場辯論 我覺得辯論 對舊的高雄縣區的影響不大 而且庶民基地所影響到的人 沒什麼在看 沒什麼價格正確 但是我覺得淡黃區的人 有一小部分的人 也許會看你怎麼個講法 我現在心裡有數 因為我覺得那一天 韓國瑜的公訪 公訪的方法如果對了 那就扯平 他如果公訪有差錯的話 也許市區就 其實不會比現區 那就好 所以禮拜一怎麼個打法 怎麼個公訪的結果 我們大概就想高雄要不要 高雄要不要 高雄要不要 你們就睡了 沒有打破要24號投票 才能夠確定 聽你們兩位現場的描述 你們都充滿信心 一點都不覺得說 這有可能是票投不出來 或是一個假象 然後你們甚至可以說 這個Kiss可能還要倒映到 這個市區淡黃區 所謂淡黃區 所以你們是沒有問題 不過我昨天到今天 我聽到我高雄當然是偏綠的朋友裡頭 他們怎麼講 他們說這樣就好了 讓我嚇一跳 說不定民進黨嚇一跳 就教訓夠了 教訓夠 表示說他們認為 有嚇到就好 嚇到有嚇到 不 他們有承認這個現象是驚人 要不然怎麼會嚇到 這個就跟迷犯料的講法是類似的 有人說嚇一跳就好 還是要倒映要顧我們的本分 就好像民進黨講說 含淚回去投票 不 就是說不忘初心 好像總統講了說 你不要忘掉 我們還是原來的那個黨 有那個味道 但是也有另外一股 自己的小孩打一下就好了 也有一股另外也是綠營的人講 他說只要嚇一跳 只要嚇一跳 這樣不夠 這樣他本性難以 他改不過來 沒有反省的能力 所以不但還要嚇一跳 也要真的這個 投下去 對 要投下去 所以綠的 我認為他們的講法 還是有很大一部分人不相信 真的難以相信 但是有一部分人是開始動搖了 林希耀講的說吃了迷犯藥 然後終究會醒來 這也表示說 他也感受到這個壓力 因為畢竟他講這句話 就已經有藥 已經嚇到了 而且吞下去了 而且有藥效 而且這個藥效看到了 他唯一的解釋就是說 這個藥效 會醒來 在11月24號以前 藥效會結束 他覺得是短效藥 我覺得他沒這麼講 所以我替他擔心 如果這個藥效 在投票之前退 當然對民進黨是一個 還不錯的消息 但是通常這種講法 也許是投完票以後 才覺得說 也許不如期待 不如期望 那就來不及了 人已經選好選定了 你說攤販什麼香腸指數這些 這個其實不驚奇 因為人流到金流就到 金流到的話 商機就來了 你看大家都提早到 提早到要等韓國瑜出現 時間很長 沒事幹 只好去買香腸 沒事幹 你吃東西 吃東西 吃東西 你總是多賣點東西 所以其實那些小燈粉 也滿可憐 因為他們備料 頂多備個300分 500分 我看有人備Apple Pie 300分 備那個 對 都是幾百分 都好像到下午五六點 都賣光了 都已經賣光了 所以其實所賺也有限 現在問題是陳其邁的攤販 是不是得償 攤販是不是也可以做 同樣的生意 這個其實也不難 也不難 除非陳其邁說三個 三個便當都吃爸爸 去哪裡說不用吃 一個便當就夠 為什麼要吃三個 因為太早出發了 我認為陳其邁要動員來比美 你沒有被你拚輸你 你看 我覺得這不難 他一定這樣做到 這個堂堂一個執政黨 這個做不到我怎麼說 所以數目講 數目上講 氣勢上講 我認為都沒有問題 但是那個參與的人的心情 我這個講到那邊 不知道會吵什麼 就是說韓國瑜的人 是這種歡喜 氣態 說我們在那邊贏 好像去看球賽的人 對 看球賽 沒有人說看球賽 是預期今天我們會輸 就是我們今天最爛的投手 比上這個來訪隊的最好的投手 他也想說今天看是要贏 今天如果看一定輸 買票去看要吃肉 對不對 所以是一種期待 一種興奮 一種高興 說我們贏 但是現在氣勢已經轉到 說陳其邁的人要去的時候 都會冷冷 怕怕說不知道輸 如果輸就慘了 所以我今天來的目的就是沒有輸 我覺得這兩種心情的差別 所帶來的動能是有差距 因為後一種的動能是比較弱 因為他參加完了走到回家 很小 膝蓋細細來睡 就沒有說再來看球 再來叫 我覺得那個動能比較少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很關心 就問他說 我很關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們國民黨 在台中比較容易贏 還是高雄 還是高雄 他說 高雄他都坐摩托車了 台中還沒有 他說高雄氣勢是強 不過他說台中也沒有問題 也沒有問題 所以我現在也很擔心 因為我在臉書上也寫得很大膽 我現在怕我下去 選情瞬息萬變 所以就是一個時候 我認為韓國瑜 我覺得禮拜一 下個禮拜一完了以後 我就敢確認 就是哪一場辯論 我覺得辯論 對舊的高雄縣區的影響不大 而且庶民居住所影響到的人 沒什麼在看 沒什麼價格正確 但是我覺得淡黃區的人 有一小部分的人 也許會看 你怎麼個講法 我現在心裡有數 因為我覺得那一天 韓國瑜的工坊 工坊的方法如果對了 那就扯平 他如果工坊有差錯的話 也許市區就 其實不會比縣區來得好 所以禮拜一怎麼個打法 怎麼個工坊的結果 我們大概就想高雄要不要 高雄要不要 高雄要不要 你們就睡了 賴教授也在不久以前也講 說他一起選完以後 這個局面 民進黨裡頭一定是派系大火拼 血淋淋的很難看的 你們都不太懂民進黨 今天如果民進黨裡頭 有派系火拼 有沒有火我不計較 但是有拼的話 民進黨還有救 到今天為止我告訴大家 一點拼的味道都沒有 你說大家一起講好眼注意這一組 不是 也不是 大部分人是一心藍山 想要給人家吃 想要去刺牌 也不敢動 今天憑良心講 黨主席這個位置 其實是風險大 不容易做 但是做得好的話 大家不要忘掉 蔡英文就是在大家都不敢當黨主席的時候 人家去求他出來當 當了以後變成總統 所以你看現在剛剛落選 而品質非常好的 這些沒頭的落選人 他們可以等兩年後 從他們的故鄉當上區立委 回到黨團來 這是一條聰明的路 他們大部分人大概都選這一條 但是我不排除 他們心裡頭也在想 我這個主席是不是可以幹 這個主席如果幹得好的話 他在這個大阿哥 二阿哥 三阿哥的排位上 他就跳過去了 他就跳上去 就變成順位 就排往前了 這個包括誰 包括林佳龍 陳其邁 包括這兩個人 當然不包括鄭文燦 因為鄭文燦 現在他有位置 而且剛剛選上 不 你不要開玩笑 這兩個我覺得未常沒有這個念頭 但是他們想了以後 恐怕也不敢 現在我們就講 回到去講小英 小英還帶著他的人馬 浩浩蕩蕩蕩到高雄 去陳其邁的後援會的檢討會議上 要去傾聽敗選擇的聲音 這個就是扭捏作態 你坐在凱塔格蘭大道上 難道以今天資訊的發達 你難道不曉得人民的聲音是什麼嗎 你難道不曉得敗選擇的聲音是什麼 你何必這樣假仙 要走一段 所以你看他現在果然他辭掉了 他辭掉了是規矩 而且是行之有人的規矩 而且藍綠都不敢違背 所以這個辭掉這個位置 沒有什麼違案 但是這兩天的運作 我就很奇怪了 根據我的臉書 我說這個臨時主席 臨時主席 戴主席 這個說重要也重要 說不太重要也不太重要 連這個你都計較 我覺得應該是由柯建銘來當 無所謂 因為他最資深 他當了大家也福氣 而且這些輔導 這個五席的補選 就這些事情而已 你偏偏總統都要一個小鮮肉來當 周生代接班 林佑昌 這代理的 周生代接班就是代理也是先接了 不是 代理的就是一兩個月就沒了 你連這個都不放心 都要林佑昌這個小鮮肉來當 你這也很厲害 我覺得代理主席林佑昌 是什麼 是你在嫁人 嫁人討笑 是從北往南 你是最北部才可以當這個嗎 我搞不懂 沒人太多 本來是找鄭文燦 鄭文燦不行才找林佑昌 不是 這個結論會變成林佑昌 其實大家也都覺得說 這個不重要 就讓你當 無所謂 但是最關鍵的是 很快就要選主席 是由黨員普選的 現在竟然討出一個蘇嘉全 對他有意見嗎 重點 我跟你講 不是我有意見 大家都有意見 這個只是還沒有爆發而已 我跟你講 這個很多人都覺得匪夷所知 蘇嘉全是何許人 蘇嘉全 蘇嘉全唯一跟總統有關係的 就是同樣 同鄉 屏東人 但是他是 我也是屏東人 你優秀多了 但是總統就是充分利用蘇嘉全這個人 蘇嘉全這個人 你說他氣勢平平 格局也差不多 為什麼小英一再提拔 你看他先提拔他作為上一次總統 副總統候選人 副總統候選人 沒上 好 那就提拔他作不分區立委 那不分區立委沒有名義 當然有不分區立委就出任 立法院院長 平常講 立法院院長不應該有不分區立委當的 因為他的名義是不夠的 而且為什麼有不分區立委 這個就是總統制的國家像美國 沒有不分區立委 因為他要容許總統跨越國會 中間這一條走廊 這個叫ILE Aclose the ILE to尋求反對黨的部分的支持 如果我的黨沒有過半的話 這是總統制的精神 有不分區委員是內閣制才有 我們就是不算不是拼湊起來 我們有內閣制的委員 但是內閣制委員 是要聽黨的話的 你要比其他的區域要聽黨的話 黨要給你開除你就沒了對不對 怎麼這樣的人來當立法院院長 說白了也是聽話 但是你看他當了立法院院長的格局 在我們中華民國頒道 在你曾祖父帶我們來到大陸 在台灣以後 所有的立法院院長他最差 真的他是最差 這沒辦法 關鍵時刻不可以做重大的決定 做起來就是大家不服氣 這樣的人 殘餘價值還一大堆 現在還要他辭掉立法院院長 也沒有考慮到拖 他辭掉以後誰來繼任 現在看到那些可以繼任的人 看起來民進黨除非真的是 要去提早撞山的行為以外 我搞不懂 你都沒有考慮到誰來繼承 陳明文嗎 柯建民嗎 我覺得柯建民還勉強可以 你說陳明文 我怕死你知道嗎 好 他現在要來當黨主席 就是唯一的優點 就是他又是聽小英的話 所以現在民進黨裡頭 就泛濫一種聲音 就是說這等於沒有詞 就是說你遲了 小英走了鷹派還在 對 這怎麼鷹派 你講到好一個派制 就未免也太手規手舉去評論 他們根本不需要派 就是小英叫到蘇家 就YES 他就YES 他就YES 所以小英捨不得放棄他這個位置 表示什麼 他還要抓黨務 他對 不只黨務 他要這個黨主席 要他能夠放心的 所以不會阻擾他2020 所以他2020還想念任 對 所以這一點 如果現在還沒有到時候 如果到目前為止 這樣繼續下去的話 黨內沒有造反的聲音的話 如果讓他得逞 而變成2020民進黨的候選人的話 那我是錯了 我是錯了 因為我說 這個也許是有史以來 我一年前就講了 民進黨2020的候選人 也許不姓蔡 我非常自豪我的先見 你知道這下子搞壞了 你知道這下子 外面現在要掃地了 你知道嗎 難怪你這麼激動 你可以在黨大膽預言說 有時候是蔡的話 就已經崩排 不是 時間還不到 我還是覺得 你相信民進黨其他派系 不會讓蔡英文這樣子搞 我跟你講 現在他如果繼續做為民進黨的候選人的話 有50幾席的區域立委 馬上要尋求連任 這些人是小雞 誰是母雞 就蔡英文 你能夠讓一個20%之度 現在選擇這麼慘的人 當你的母雞嗎 現在這裡差不多所說的 現在立頭請贏的贏 雖然過世名 在過世名的時候 他們的所謂對黨或是對總統 或是對前主席的忠誠度 就要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但是我覺得小英文 你現在不但不會治國 而且你不愛黨 而且你真的小眼睛小鼻子 而且你的氣勢 你的學問 你的領導力 你的人和 他找來找去沒有人 他是真的疑人不用你知道嗎 但是他其實也沒有人可疑 因為他只能賣太窄了 他可用的人太少了 大家不要忘掉 當年總統府的秘書長 選缺了多久 好幾個月 幾個月 他連總統秘書長找不到人 還有他朝野全面 他這個行政立法全面執政以後 第一任的行政院長 民進黨難道沒有人嗎 他要找他的巴黎巴黎 找一個非常平庸的 你們都還不敢打 只有我在打 我不怕得罪人 你覺得現在回頭看 你覺得林權很厲害嗎 我覺得小英浪費了 他的黃金前半段 搞一個林權 就是因為你的巴黎巴黎 而且他聽你的話 誤了你自己的 總統的生涯的前半段 這個林權不是浪費了他的一個 可以好好給大家看到說 我厲害的這個機會 浪費掉了 他現在還不知好歹 還要想惡人惡人 嚇死 嚇死 所以昨天蔡世英講了說 也許你要考慮一下 不要尋求連任 也許後來大家再去問蔡世英 他就輸回去了 對 你看 這個就是民主政治走到這一步 堂堂執政黨 堂堂台灣第一大黨 都一個相當開明的委員 蔡世英我覺得不錯的 連這個都還要圓回來 都還要圓回來 所以大家是怕總統 怕一個前主席 怕到這種程度 蔡世英沒打你沒亂說就說 為什麼還要圓回來 因為他聽說蘇嘉全要當黨主席 他就知道蔡英文沒有要走 不是 沒有走你就順了他們 總統正在帶著一個白孔千倉 彈痕累累的民進黨 民進黨 民進黨這條船朝著冰山撞去了 真的朝著冰山撞去了 我跟你講今天因為是第一天 大家還不太敢發作 我已經曉得有人在發作了 而且罵的話比我剛才講的話還難聽 那我覺得這五十幾句 你覺得他們不會發作嗎 如果你們都不敢發作 那你們真的太不像民進黨了 林總裁今天就曉得說 你們今天看的民進黨 不是當年的民進黨 起碼林總裁認不得了 所以你們為了你們的連任 真的要拼著你們的血鬥 阻起你們的長城 如果沒有勇氣的話 我雖然不是民進黨人 但是我來敲片鼓 讓你們鼓起勇氣 小英怎麼可以再當下一屆的 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 他不四向 你們跟這個一起不四向嗎 太可笑了 這個國家會隨著 這個黨也會隨著他的不四向 而一起完蛋 所以現在其實要看 可能就是民進黨內 戰力最強的新潮流 會不會起來反對 這個我要補充一下 新潮流這個昨天 那個精采的場面 很多人看不懂 怎麼斷尼康在罵 都是新潮流 在罵賴清德 然後花媽也是新潮流 通通是新潮流 這個第一點依照人性 一個機關或是一個團體 當他很大的時候 他就會裡頭就會分裂 所以將來你領導的國民黨 不要太大 太大了就會 你說新潮流已經分裂的意思嗎 當然會有南流北流 現在又有花媽流 所以是北流罵南流 但是也不是這樣 也不是這樣 你們都沒有看懂 全台灣看懂的人不多 我現在還以為我大概看錯了 我有求證 我有求證 新潮流的大腦 我想說 一場斷尼康 大概不是在罵賴清德 我以為他是隔山打虎 指責和尚罵突如 不是和尚 指責光頭罵突如可以吧 指責韓國瑜罵突如 他罵突如是誰 總統 我認為昨天斷尼康是在罵總統 因為我以前跟邁宜康有幾次 在電話裡頭交談 拿去中常會罵就好了 不是 我跟你講 斷尼康中常會罵沒人知道 他這個全國都知道 斷尼康對總統的優惟不決 尤其是對反同挺同的立場 非常有意見 所以他昨天也提到反同挺同了 你看這個是有蛛絲馬跡可循的 所以他其實昨天是在罵蔡英文 但是以他的立場來罵 就是很多瑕疵 就是因為就像卓榮泰 卓榮泰我覺得也很天真浪漫 因為他是福利國限制的 他昨天罵斷尼康那些 也是言之成禮 但是恐怕他不曉得 在心裡也沒教過 那新潮流的特色是什麼 新潮流我一直都講他們的好話 我都推崇他們 我說民進黨沒有新潮流 不算民進黨 民進黨你在罵他們 他大部分的人才也在新潮流 但是新潮流有一個特色 我現在做一個 最近的觀察的結果 我有一個結論 就是在民進黨達到高峰的時候 新潮流想辦法 站進大部分的位置 就是實質的好處 但是他們不會搶著去當總統 他們是King maker 他們是King maker 站著老二 但是當民進黨達到最低潮的時候 新潮流都退了 就站在旁邊看 沒有說我把天下扛下來的 道德勇氣 沒有 你看上一次蔡英文也是 因為新潮流不願意扛 他才來的 新潮流這個缺點 就是有時候 有時候你就搶到好處 第一的時候 你沒有勇氣扛下責任 這一點是新潮流 要徹底檢討的地方 但是這個是其他 這不重要 現在我們要徹底檢討的 就是那個總統 我們一定要那個總統 不是為了你不要點頭 不是為了國家 不是為了國民黨 為了民進黨 蔡英文你好好想想看 你對得起民進黨嗎 可是你說新潮流這個民進黨 現在最有戰力最大的派系 在民進黨的黨運最低的時候 就會袖手旁觀 不是 理論上講 理論上講 如果說黨主席這個位置 還有用的話 現在最有力量的派系 新潮流系 應該推取一個 他們在大選裡頭受傷最輕的 而且民意最新的 就是鄭文燦 出來當黨主席 然後把他搞好 但是鄭文燦不幹 我覺得鄭文燦說 戴主席他不幹 因為他要面對預算案 這個我可以接受 但是當正式的黨主席 有時候不可能 很多人就替他講 說這不能分心 連李副總統都替他講 說桃園不會放過他 這個黨主席太忙了 有什麼好忙的 我跟你講 鄭文燦只要在桃園跑攤的時間 總統都能兼黨主席了 為什麼桃園市長不能兼黨主席 我跟你講 鄭文燦只要把他在桃園跑攤的時間 省一半 就足夠當黨主席了 所以一定是裡頭的人 是派系的決定 對 我今天就跟他們的大佬講過了 他們就捨不得 又一個人提早陣亡 提早受傷 他們都認為賴清德從台南跑上來 太早了 無端受傷 所以他們又是愛惜他們的子弟兵 不願提早陣亡 你看這個又是很自私 國家最需要你的時候 你竟然搞成這個樣子 民進黨 民進黨最需要他的時候 對 當然是 你剛才講的國家 目前國家就是民進黨 民進黨就是 不 不是 我說現在難道不是民進黨 在主導國家的命運嗎 對不對 你不要急躁 2020你再來反駁 這個議題沒有辦法有一個完美的句點 為什麼 你知道嗎 潘洪虛當過我的助理 不過我先講剛剛那個場面 那個記者招待會 那個韓國瑜說 那個我覺得那個是非常好 因為那個是美 很美 而且你可以有很多幻想 而且是正面的不是負面的 但是韓國瑜就是很 一下子很快的 就把這個很HOT的議題 就甩開了 他跑掉了 而且他跑得比柯文哲漂亮 所以 但是韓國瑜解釋太多了 解釋 真的解釋 那個潘洪虛 只可議會不可言傳的事情 不要講那麼多 潘洪虛當過我的助理 那一共當多久 大概兩個禮拜 連一個月都不到 因為點子太多了嗎 對 然後他來我的辦公室 很明顯的是水土不符 他每天來坐在那裡 就趴著 跟別人 就別人在做工 他不曉得幹什麼 你辦公室這門門拿到了 不 就是說 我的辦公室的日常的工作 跟他預期要幹的工作不一致 所以講白了就是他有一點水土不符 所以幾個禮拜以後他就走了 我們就好去好散 沒什麼 我這兩天有一個心得 因為為什麼 這個蔡總統很奇怪 就大事小事都做不好 不管什麼事情都做不好 其實我幾個月以前 我就有一個結論 有一個診斷 這個就是由於蔡英文不會治國 蔡英文為什麼不會治國 我覺得這個關鍵是什麼 是個性 因為我們常常講 個性決定命運 一個領導人的個性 是決定一個國家 或是一個團體的短期 起碼是短期的命運 毫無疑問的 所以蔡英文的個性決定 他要問哪些人 而哪些人的意見最多 看到他誰會講話誰會不講話 也都一定被個性決定了 而這些人講話以後 蔡英文聽進去了以後 根據他的判斷 他決定這個要那個不要 也是個性 所以我為什麼要講蔡英文 你看看我們這次國民黨 贏了三個最重要的地方 就侯友宜 盧旭運跟韓國瑜 這三個人的個性有沒有一樣 完全不一樣 這一個多月來 三個都市的施政風格 雖然那麼短 你們覺得這三個都市的 新政的風格 是不是很不一樣 很不一樣 非常不一樣 所以你看韓國瑜的時候 韓國瑜本身就點子多了 有人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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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潘宏旭也就是這樣 那老闆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部署也是這個樣子 這兩個加起來 這個就到底是好是壞 其實是打一個問號的 那潘宏旭的點子真的非常多 但是是不是每一個點子都可行 那其實他當 他在選前 他就是幫韓國瑜 我跟他其實也吃過飯 我那個時候就是韓國瑜發表 我就覺得他一定入閣 入小內閣 但是會是當什麼 我也沒想到會是官傳局 但是我真的是替韓國瑜有點擔心 因為像類似這樣的事情 我認為不是指責講的 說競選模式要成功轉化為施政模式 我這個跟模式無關 這個就是跟他的性格 個性有關 跟心態無關 跟性格有關 他這個性格 就是不管跟哪一個老闆 他的老闆很多 他換的位置很多 他做過的工作很多 什麼翻薯騰 什麼霹靂 一大堆 我認為他不管到哪一個地方 他工作的方式 他想到的點子 他出的主意 我覺得都不會變 因為一個人到了這個年齡 不會變 我更不會變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一定有空的時候 會想 當然以關後效 但是這個到底是加成的正面效果 還是出了毛病多大 讓韓國瑜受不了 這個我們以後就等著看 這個九二共識的創始人 說他的面目 九二共識的面目 他已經爭不得了 然後又再加韓國瑜的專訪 然後這個黃偉哲的回答 這個賴老師的進一步 到底是曾經還是混淆 然後大清又來個一些 裡面兩位新秀又講一些 我跟你講我真的很累 但是有這麼麻煩 有這麼難嗎 我覺得沒有 我一個一個問 你們現在大家都罵蔡英文 其實蔡英文 你要不要先公佈四個字 我告訴你 蔡英文沒有錯到你們想的程度 因為什麼 九二共識一中原則 民進黨從頭到尾都不要的 但是他也沒有講這個九二共識 就是等於一國兩制 有嗎 他也沒有這樣講 但是你如果去讀習近平 告台灣同胞書的原文 他其實講的什麼叫九二共識 就是以一個中國原則 兩岸共謀 兩岸同屬 一個中國 共謀 祖國統一的這個東西 叫做九二共識 這個說法跟過去有不一樣嗎 他講得很清楚 但是我認為沒有不一樣 因為你們所想像的模糊 他過去有模糊嗎 他過去也沒有模糊 他現在講得這麼清楚 就已經沒有模糊了 我們也不知道 難道沒有講的就沒有嗎 還是他講得以所講的為限 超出這個就不在了 我告訴你所有的大陸網民 來我的網站講的 是當然習大大的講得算 他沒有講得都不算 那很清楚了 習大大的講得算 他沒有講得都不算 那很清楚了 那很清楚對不對 那好 回到蔡英文講的 蔡英文的解釋就是說 你習大大的一個中國原則 這個九二共識就是這樣 我們明明就都不要了 那下來的一國兩制 是等於行動綱領 是等於習大大就要來謀 兩制台灣的辦法 或者行動綱領也好 施行細則也好 沒關係 但是這個連那個九二共識 我們都不要 那下面就不用講了 所以這個不講 這個不要 那當然也不要 他沒有說這兩個相等 但這個不要 那當然也就不要了 但是他在把他罵死了 我覺得這也有一點冤枉 人家說 人家說 沒就不去 他的骰堂當然也不去 這個裡面聽懂嗎 這台灣化的成語 老婆離婚了 他用的那個便筒 當然也丟了 對不對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好了 民進黨我們必須講 因為民進黨 這件事情對民進黨來講 沒有懸念 反正一中的都不要 那還有什麼好好討論的 問題在國民黨 國民黨現在的處境 習大大講這個 到底比以前嚴格 比還是跟以前一樣 你們覺得呢 我認為所有的民間的意見 通通 專家的意見 通加起來 是比以前緊 說比以前鬆的人實在少 好 那書記 我們回到書記 因為他畢竟是 原始創始人 我們要尊重他 他說現在就是要務死 這務死我們沒有意見 他說務死 舉個韓國語出來了 韓國語是務死嗎 這個我要稍微打一個小問號 好 那我們看昨天 吳東玉就找了十五六個縣市長來 那開完會有大家出來 這共同的講法 大家講一句兩句 一句兩句 就是要務死 要賺錢 政治要零 經濟要一百 有錢賺就好 對不對 所以這個報紙給他下的標題 就是說一中各表 大概就是漸漸的 就是說棄手也好 就是說盡量不去強調也好 那我請問大家 現在因為蔡英文的反應 他的聲量高起來了 好像全國人民碰到老共要吃我們的時候 大家都去請他 不管那個有多糟糕了 去請他 現在如果國民黨的這些新秀 這些新當選的縣市長 就朝向說韓國瑜很厲害 他現在很厲害 這部會痛 我們大家都來惡意 請問大家 剛剛我不同意的一點 就是說賴教授 好像他非常討厭馬英九 我也討厭馬英九 但是你覺得馬英九是笨 才講各表嗎 我認為不是 馬英九很笨 他不是用笨 他是說他可能想要得到選票 他是本來應該模糊的 他把這個模糊打掉了 我覺得馬英九是因為不聰明 其實馬英九去新加坡 他說他出來公開的時候 寫個牌子 就說你看我有表 因為我總統不在這裡 但是門關起來的時候 他有講沒有講 我們不知道 但是公開的時候 他不敢在中共的領導人 講這個東西 這個也是一種默契 我當初是責備他的 我現在也不責備 現在是不是也沒有用 現在我請教大家 現在這個16、7個縣市長 都倒向韓國瑜模式 以為這個樣子 會得到比較大的好處 民進黨現在是因為這個 回應這個習大大的這個同胞書 跟距離中國更遠了 這個有票 你看這個聲量大起來了 你們現在一中各表不要了 是不是更往輕重這邊投靠 這兩個的距離拉遠了 拉遠了 那我看國民黨新生的一代 要求的他們有焦慮感 就是說我們被邊緣化了 你看綠的往那邊跑 罵我們 現在老共好像也罵我們 說我們在拖 也罵我們 但是你們現在覺得 韓國瑜模式可以 我們往這樣靠 那你跟民進黨的距離拉遠了 那你的票是更多還是更傻 我在這裡奉勸 因為時間不多 我這個留到下一次 留到下個禮拜 你們年輕的一代就好好想 你們到底跟國內選舉要有票 如果你沒有辦法執政 那什麼都不用講了